感恩大伯大似大伯观音菩萨 感恩台长师父 我这个号呢 也不是我的 是我同修捐出来的 给我这个同修 他现在身体呢 就是非常非常不舒服 红身都在痛 然后那个腿呢也很痛 那他自己说吧 你讲吧 台长您好 我就是那个 25年前一天晚上 上学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 受了惊吓 红身就跟绳子孔住似的 沉重 25年身上没有轻松过 可痛苦了 最近就是 身上起来那红斑 红印的骨头里面发出来的 红身浮肿疼痛 你几几年的 我是65年 你学佛了没有 属龙的 学了 念了学了学了 65年的 属什么 属龙的 那你的红斑 就是这种皮肤不好 肚子上也有 后背也有 腿上的这个 腿就是大腿这个地方 最多 听得懂吗 实际上你的毛病 是从大腿这里出来的 并不是手上 明白吗 腿外最多的 小腿外最多的 你看见吧 刚刚跟大家讲过 好吧 你现在我告诉你 你们家的祖坟啊 祖坟啊 给人家动过的 听得懂吗 那是婆家的 还是娘家的 我不知道 反正给人家动过的 从很早很早之前 就开始动 因为我看到这个事情之后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很怪的 就是有一个男的一直盯着你 你知道不知道 在梦中有时候就 是不是一个男的 对不对 好了 开玩笑了 就是盯着你啊 就二十五年就长门身上 他就在你身上 而且讲一句 不大好意思的话 他有时候还想跟你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准不准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老妈妈 你要好好地帮他超度掉 你不超度掉它的话 你一定会有麻烦 好不好 那我这个红斑 红斑都是他造成的 你现在他在你血液里面 很麻烦的 你的血色素不好 现在他们是 好像是医院是说 是风湿的节节吗 血色素不好 血不好 听得懂吗 你的指标一定不正常的 血的指标 明白吗 好了 你现在念七十八章 而且你要跟他说 请大慈大悲观 丝尼菩萨让他离开 我的身上 我会给他超七十八章 千万不要直接跟灵性讲话 你们没这个能力了 昨天那个灵性 在那个人身上 台长可以跟他讲 你们一讲 他上你身 你马上就变成神经病 所以不要去跟灵界讲话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还有把你的头发 能不能剃得短一点 能 你知道人的天庭 一定要饱满 额头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额头越亮 所以很多人把头发 遮在这里 运程都没有了 天庭主义生的命运 天庭饱满地球方圆 所以你这个头发全遮住了 你哪会有运气 听得懂吗 听懂了 好好的修 那我的功课怎么 你的功课 你最好去问门口那个秘书处 好不好 念小房子 我可以告诉你 念七十八张 就这个医院 叫住院 对 我们那用不用在医院 我告诉你 你现在目前不要 而且我告诉你 刚刚看你图腾 你的经济也不是太好 你听台长的话 你就照着台长这么做 一个月 如果指标好了 退下去了 你就用不着进医院了 好不好